我做文化食材 如果我沒有出發點的話 錢會找到 但後面的東西不能延續 當我有了立場 我知道我選擇在哪個位置的角度去看東西之後 我會知道我會在哪 自己做文化食材 飲食為主 接著是派對室 有個地方可以讓它試飲 我很早做生意 其中一個生意是做外貿 資源、能源 講深一點 金銀、鐵石 石油、煤、煤氣 全部用來去哪裡 中國大陸 他們需要收購外國資源 我就是做其中一個角色 這些人物就是在這段時間去建立 所以疫情來的時候 我有內地一些醫療 要有級數的醫療製造廠 我就會找到訂單 中落的關係是方便 我在疫情裡面扭轉了敗局 我自己很多做 或者我自己的客人 收拾的就收拾,走的就走 我們的眼見很多 我所有都是黃泡 他們開不了門做生意 再加上疫情 收拾的就收拾 走數的就走數 大家都關一間難的事 停下來的時候 我們自己用自己的形式 或者用自己的理念去推動 因為內容對我們來說 才是一個核心 有自己的路可以自己走出來 如果核心是有價值的話 我相信市民是會看到的 因為所有的市民都不斷地提升 為什麼我會做到大集蟹 最美的馬來西亞榴槤 貓山王 各地各地的鮑魚 黑松露羹 為什麼我拿到 過往我就是吃這些好東西 來招呼老闆 身邊的朋友 疫情的轉變之下 他們都要找出路 透過我自己的出發點 去推廣這些食材 我做文化食材 某大的原因是因為 除了看表面之外 他們後面的出發點和目的都很重要 這個範疇令我看得更加深 吃東西不只是停留在色香味 都會關於意義是什麼 你感受是什麼 坊間的只會是個別 盤賽就盤賽 年糕就年糟 大集蟹就大集蟹 沒有特別帶動到其他後面的歷史 由來之類的 在生意的市場來說 我們互相尊重 它有它的做法 而我只能夠堅守自己的理念 人們買東西都是講包裝 講牌子 最多跟你講截頭 但是現在都不會問 為什麼專五節要吃粽 中秋節要吃 月餅 做冬月食盆菜 都沒有人問這些 我們會將這部分 顯成為一個叫文化食材 讓別人除了吃之餘 都會留意他們的由來 他們的歷史 這個產品經歷了什麼 來到我們前面 我們將這部分給它 我都想吃月餅的時候 你對著小朋友 可以將月餅的故事傳承給下一代 如果你理解到食材的由來的時候 你會帶著一個好的話題 和一班很好的朋友 作人與人之間的聯繫 假設一個感恩節 為何會感恩節 外國感恩節和我們中國的冬節一樣 那個時間豐收 一家人為了慶祝 喝酒大魚大肉 就是想感謝天地 感恩於身邊的人努力 台面的成果 一起去分享 令到我們會食之餘 原來我們都要懂得去感恩前面的東西 會拖回我們的人性出來 爸爸因為癌症過生 我爸爸不是輸在病 而是輸在我們對病的熱 知識 在這裡有一個情願結 所以我們和一群同樣遭遇的同學朋友 形成了一個癌症基金 基金的出發點 不是說有病 而是帶他去看神醫 從心靈開始啟發 例如搞畫展 藝術會引發心靈上的追求和健康 找一些學者去做講座 對我們的心智會更加認識癌症這件事